偶像练习生新年将公布首轮淘汰名单BC221团魂战烈感动观众 作为爱奇艺超级网综偶像练习生以练习生文化为创新切入点 通过综艺的形式展现大众不曾见过的练习生日常 将他们朝气、蓬勃、努力、上进的一面展现给大家 昆英娱乐练习生BC221通过四期节目的播出被观众所熟知 粉丝在月月、穆紫阳、补凡、林超的身上看到了最真实的练习生的群像特征 他们从默默无闻到疯狂圈坟也让月努力、月幸运的节目口号得到切实印证 偶像练习生竞争激烈 BC221支拍视频展现实力狂吸粉 在《偶像练习生》播出的第三期和第四期节目中 除了主题曲舞台拉向C位争夺战之外 100位练习生迎来了首次小组对决任务 BC221练习生月月、穆紫阳、补凡、林超在表演中自带气场 在感染力极强的歌曲和炫酷灯光配合下 他们与队友之间超高的默契配合 给全民制作人呈现了完美的表演 也让网友们感受到了他们的蜕变 练习生BC221表演直拍视频 也获得了超高的点击量并持续增长中 分别以月月50万、穆紫阳57万、补凡53万、 零超76万的亮眼数据成为播放量前时的练习生 偶像练习生下周即将公布首轮淘汰名单 这也是节目开播至今最残酷的环节 春节过后将有40位练习生正式离开这个逐梦舞台 BC221读粉丝来信感动落泪 小组对决团魂炸裂 在偶像练习生的节目的泡泡读信视频中 月月、穆紫阳、补凡、林超分别读了来自粉丝的信件 月月在被粉丝问喜欢什么类型的音乐时候 开启了学霸模式科普类音乐起源 在读到粉丝写的加油小诗的时候非常感动 穆紫阳读信也不忘聊粉 说你知道我的缺点是什么 缺点你 聊完粉丝后却害羞挠头 补防粉丝的来信里还给他传授舞台技巧 并被粉丝的鼓励感动得眼眶湿润 林超读信也超可爱 答应粉丝会向着大家期待的林超去奋进 上周昆音娱乐BC221月月 穆紫阳、补凡、林超在节目中分组进行小组对决比赛 在比赛中四位成绩虽然未能名列前茅 但是在节目中始终将团队概念放在首位 四个人在任何形式的团队里都能不忘初心 每个人对彼此的肩并与信任从日常延续到舞台上 粉丝表示昆音四子日常翻徒顿十足 练习翻热血向上 BC221的团队概念都是刻在故事里的 团魂炸裂让人感动 残酷赛制让猪梦少年迅速成长 BC221月努力月幸运 偶像练习声由全民制作人 也就是节目观众通过投票选出进击和淘汰人选 期间明星导师们只负责对选手评级和教学帮助 票数的绝对权威性足以令练习声和粉丝们严阵以待 没有人敢掉以轻心 偶像练习声节目一直以来都在传递越努力越幸运的精神 此次也通过节目BC221让大众看到了他们的脚踏实地的努力 也看到了他们的成长和蜕变 下周播出的新一期节目中将公布首轮淘汰名单 相信月月、穆紫阳、不凡、林超能获得众所期待的好名字 正如导师所说当你站在舞台上的时候 没有人知道你多长时间不睡觉 没有人知道你经历过什么 他只专注你的舞台上的那一刻 你表现得好还是不好 BC221正是经历过无数个没人看到的日夜努力 他们在这场角逐厮杀中结果如何呢 让我们期待BC221未来的每一场勇敢战斗吧